河北石家庄政府近日要求全市所有制药企业全部停产 未经市政府批准不得复工 当地政府将此次制埋行动成为历尽展污行动 认为由于石家庄完成全年PM2.5浓度下降10%的考核任务极其艰难 为扭转被动局面决定利用到年底的40几天时间 开展一次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今年11月14日 环保部曾发布10月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结果显示石家庄排名倒数第一 网络活跃人士秀才江湖吴斌认为 这完全是人质社会的表现 就是乱作为拍脑袋决定 清暗私人权益人 公民买了车而且交税 遵守交通规则 它怎么可以随时想现行就现行 药厂人家走去齐全 不让人家开就不让人家开 国际期刊《微生物》新一期刊登了一篇 瑞典哥德堡大学团队的研究论文 指北京的雾霾中含有抗生素 抗药性基因的超级细菌 人类一旦感染之后可能无药可救 消息引发不少民众担忧 而官方《人民日报》日前刊登文章 引述多名专家例证 耐药性增加不意味着致病性增加 强调没有必要因空气中发现 耐药性基因片段而恐慌 北京市民也竟还28日向记者表示 作为普通市民 对于这样的空气只能无奈接受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 这样一个空气只能是就是悲哀 没有办法 靠自己努力也努力不了 有时候想想我们小时候那种什么蓝天白云 现在觉得就只能跟你说就是无奈 必须接受 甚至呢我还心里头还有点觉得呀 在这份还是人人平等的 因为你中央的领导 你不可能不呼吸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